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我们性生活的时候 静囊线和前线的充血在射精的过程中有一些节食摩擦引起的出血 或者静囊的一些炎症引起的一些出血 如果是偶尔出现或者一年出现次数比较少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减轻盆腔充血的药物和一些抗氧素进行治疗 如果说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一年出现的频率要超过五次以上 那么我们就建议进行手术检查 最常见的手术我们就是静囊镜 通过尿道我们进一个很细的镜子进入到静囊线 观察一下有没有血块 有没有结石 我们可以进行碎石或冲洗这些治疗 有些检查包括前线的核磁 也是对于血经 静囊炎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检查方式 嗯 比如说明时点核磁炎的这个号码